全球通膨高烧不退 欧洲央行跟美国联准会 今年下半年不但会持续的大幅度的拉高利率 而且还要同步执行量化紧缩 也就是QT 那最新的消息显示 欧洲央行9月会议上面 至少会再升息50个基本点 甚至有可能升息75个基本点 也就是3码 美国联准会9月的议席会议 升息3码的几率也超过6成 台股从7月12号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以来 好不容易反弹千点 但是如果欧美股市再受到 两大央行紧缩的打击而重挫 台股万四大关 会不会再次不保呢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台股集中交易市场加权股价指数 今年从元月5号的盘中高点 18619点 一路下跌到7月12号收盘的最低点 13928点 最惨的时候 曾经是重跌了4691点之多 这跌幅高达25.2% 眼见就要破底了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 大盘从7月低点回升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接连攻克了月季线的反压 扭转了原本岌岌可为的情势 算是打出了中期底部 然而中期底部 并不是长期底部 我认为熊市转回牛市 由空翻多的重要关键之一 在于技术面上大盘指数 要重新站回年限 只有站回月季线是不够的 年限才是长期多头的 真正关键的位置 台股能不能一举站回年限的 另外一个关键 当然在美股 美国四大指数从6月中止跌回升 但是越接近8月底 美股也有越涨越乏力的现象 进入到9月份 美股的考验其实不小 除了涨多回跌的压力之外 从1928年来 美股只要是逢到9月 通常表现都不太好 9月是一年之中 美股表现最差的月份 9月份全球两大央行 预计都有进一步的紧缩行动 欧洲央行不但至少要再升级两码 而且有可能讨论量化紧缩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全球央行会议上 展现了强烈抗急通膨的决心 不仅是预告联准会升息不会手软 而且打消了市场上 对明年就要降息的想法 鲍尔强调到2023年底 联邦基金利率只会低于4%一些些 可预见的是9月联准会的议席会议 仍然不会让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好过 受到央行鹰派打击 再加上全球景气进一步的疲弱 美股9月重启跌势的可能性不小 而届时台股能不能稳定正脚就备受考验了 至于台股1万4是不是底 没有人有绝对的把握 我个人认为与其去拆底 不如拟定好自己的操作策略 毕竟底部是时间形成的 操作策略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台股经过8个月下跌 最深跌幅25% 至今还没有能占回年限 这些条件都说明了目前 仍然是处在熊市之中 因此投入股市的资金部位 就要有所控制 我观察股市赢家的心法 提供给大家参考 包括第一 市场的赢家总是口袋深不缺资本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手 第二 市场的赢家总是反市场操作 第三 市场的赢家选择的长期布局的标的 一定经过深思熟虑跟多方研究 从价值面跟成长面来选定 另外赢家跟输家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在大跌跟大涨之际 能不能冷静以对 从长线思考 我认为就算明年全球股虽然是熊市 也不过就在一年的时间 走过熊市 牛市就必然来临 但是对赢家跟输家来说 市场多空的循环不变 差别就在熊市期间能不能保全资产 而且保有现金以及可变现的部位 同时在熊市期间 好股大幅折价的时候 列到好股 依照这个思维 我个人今年股市的操作 真的是只求不赔 不强求多赚 降低操作部位 保有现金 等待时机 找寻好股切入的机会 来做中长期的布局 股市越跌机会是越大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股市的机会是留给有现金的人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帐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您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